海浪不斷拍打岸边 随着风势冲进陆地 停在岸边的渔船 尽管已经固定好了 也随着风浪载幅载沉 迄今渡船头空荡荡的 没有游客 只剩下零星民众冒雨出门 民众骑车出门丢垃圾 整个篮子被强风吹飞 路上行人的雨伞也直接开花 完全撑不起来 接近渡船11级的强震风 在转弯处有风险的效应 因此像是在旁边的这个棚子 也被吹得东倒西歪 受到山陀台风的影响 高雄迄今一早刮强风下大雨 店家放在户外的摊车跟棚架 随着风势不停摇晃 看起来就快要被吹走 高雄迄今的庙前路 又现在又是一阵狂风暴雨的 因此现在在庙前路这里 风雨是相当的大 因为侍逢大潮海水倒灌 旗津市区路面也开始淹水 水不断从水溝盖涌出来 几乎到脚踝高 不过还是有民众穿着雨衣 冒雨出来觅食 要洗手 是啦 风太大而已 是啊 看伐的 市街看伐的啦 随着风势雨势见大 在旗津海水浴场的沙滩 有民众不怕风雨 骑车来关浪相当危险 这要来关浪吗 还是 对啊 这关浪很大很危险耶 不会啦 我们大决生了 骑车过来的时候 不觉得那个车子很恍惚的 会啊 都看不到前面的路 山途后台风缓慢接近 迄今也刮起十一级枪风 下大雨还淹水 提醒民众台风天 还是尽量待在家里 不要出门 以免发生意外 昨天新闻黄晓琪红宝 请在高雄采访报道